第一集 康同碧 子文配 浩华蛮 广东南海人 1886年2月生 是康有为次女 早年赴美国留学 先后入哈佛大学及嘉陵府大学 毕业后回国 历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 山东道德会长 中国妇女会会长 曾在副座义召开的华北七省参议会上 被推为代表 与人民解放军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事宜 1951年7月 被聘任为中央文史馆管员 是北京市人民代表 第234全国政协委员 1969年8月17日病故 中年83岁 以上摘自中央文史研究馆管员传略 我在校读书的时候 有位同窗是城市平民出身 那个年代 由于阶级成分好 很受组织信任 当我毕业发配到边陲 他被留校当了研究人员 到了文革时期 自然又是造反派成员 改革开放以后 他突然宣布 自己本乃末代皇帝 宣统一个妃子的近亲 哗 灰姑娘一夜成公主 自信息发布 与之共事数十载的同事无不愕然 市职单位最后实施福利分房 他给统战部打了报告 严明皇亲国戚的贵族身份 以求统战 报告转给了文化部 结果满足了被统战的期待 实现了分房的要求 如今随意翻开一张报纸 贵族两字 随处可见 什么世袭贵族 东方贵族 白领贵族 单身贵族 金卡贵族 精神贵族 与之相搭配的图片 不外乎豪宅别墅 辆车华服 美酒佳肴 把这些东西落起来 简直就是一本时尚大观 看了足以让人头晕目眩 进而想入飞飞 可以说 贵族生活 贵族气派 贵族气质 已是当今众多少男的理想 无数少女的美梦 总之 解放后曾与地父反坏又一样 被视为气旅的贵族二子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又陡然时薪起来 等时身价百倍 而我真正懂得什么是贵族 是在认识了康同碧母女以后 其实 她根本不是什么用来炫耀 用以兑换到各种利益或实惠的名片 也非香车宝马 绫罗绸缎 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 我们一家人认识康同碧是反右以后的事 1958年初 反右运动结束了 戴上头号右派帽子的父亲 经过无数次亲人检举 朋友倒戈 同僚揭发的教训以后 在待人接物方面很开窍 也很收敛了 比如 在公共场合 她一般不主动招呼人 哪怕这个人是从前的下属 又如 在非公开场合 一般不邀请他人聚会 哪怕这个他人是昔日之好友 既然人家都不跟你玩了 那只好自己跟自己玩吧 于是 不久便形成了一个右派小群体 或叫小圈子 由于父亲是右派之首 也由于我们全家好客 加之 上边给父亲保留了大四合院 小轿车及好厨师等等 所以 一群乌合之众的落脚点 大都选在东吉祥胡同十号 这是我家的地址 现在他以一分为二 政院住的是中共高官 先搬进去住的是万里 后为断军义 跨院分给了一坛领导高占祥 右派圈子的人聚拢一起 也很热闹 清茶一杯 有说有笑 聊国际政治的是罗隆基 谈佛学和古诗词的是陈明书 既说社会新闻 又讲烹调艺术的 是陈明德 邓继欣夫妇 在有来有往中 彼此尊重 相互关心 一人病了 其他几个会自动传递消息 或电话问候或登门探视 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 这种交往是他们的生活内容 在孤立压抑的环境中 这个聚会是他们的庆典和节日 一般人是害怕这个右派帽子的 而唯一没有右派帽子的加入者 便是康同碧及其女儿罗姨凤 记得是1959年春季 父母同去全国政协的小支部喝午茶 傍晚归来 父亲是一脸的喜色 我问母亲 爸爸为啥这么高兴啊 母亲说 自我们戴上帽子 今天头一回遇到 有人主动过来做自我介绍 并说希望能认识你爸爸 难道这人不知道 咱老爸是右派吗 当然知道 但他说 以能结识张先生为荣 他是谁呀 他就是康有为的二女儿 叫康同碧 他有多大 大概有70岁了 母亲岁又补充道 康老和他的女儿说 后天请我们去他家做客呢 父亲好久没当过客人了 想到这里 我替父亲高兴 第三天 父母去了 康氏母女的盛情款待 令父母感动不已 一切都出乎想象啊 康老住在东四十条 河家口的一座大宅院 我们原先以为 不过是小座 喝茶罢了 到了那里才知道 是要吃晚饭的 而且啊 请我们吃的菜肴 是他女儿罗一缝 亲自下厨操吃的 尽管属于粤菜 那味道与揭命的菜馆 就是不一样 但是那又糯又香的 广东萝卜糕 你爸爸就夹了好几块 父亲欣赏康同碧的 个人修养和艺术才华 说果然名不虚传啊 难怪康有为 那么疼爱这个女儿 她英文好 诗词好 绘画好 今天老人家拿出的几幅 自己画的山水画 可谓苍古清俊 情趣天然 以我看啊 她的画和那些专业画家 不相上下 其实我心里清楚 让父母最为赞叹的 是康同碧母女 对自己的态度 过了一个礼拜 父亲提出来 要在家中 回请康氏母女 为己母亲表态 我高举双手交道 我同意 我赞成 父亲也举手 并向母亲交道 二比一 通过 三人妇大笑 母亲用手 指着我的嘴巴说 是不是嘴馋了 不 我辩解道 我想见见他们 经过紧张的准备 一切就绪 父母是康老为贵客 又是首次登门的缘故 所以决定 不让小孩上席 我听了 不怎么怂气 反正能躲在玻璃格上 后面偷看 偷听 杂花生树 飞鸟穿铃 正是气候宜人的 牧春时节 下午三点 父亲让司机 开着老别克小轿车 接客人 康同碧母女 一走进我家扩大的庭院 便驻足欣赏 我家的银帘 画坛 鱼缸 及树木 老人看见 正房前廊 一字排开的 八盆腊煤 不禁发出了惊叹 哎呀 这煤太好了 枝干苍净 纵横有致 可以入化了 父亲说 康老 你知道为什么 这八盆腊煤 这样好吗 当然是你养得好啊 不 因为送花的人 是梅兰芳 康同碧听罢 一直站在那里 不肯走 我则一直站在 玻璃窗的后面 打量他 应该说 脸是老人 全身最美的部分 那平直的额头 端正的鼻子 细白的牙齿 弯弯的细眉 明亮的眼睛 可使人忘却 岁月时光 他身着 青色暗花软断 通秀旗袍 那袍边 领口 袖口 都压箱着 三分宽的 滚花颈边 旗袍之上 另套 轻绸背心 脚上 是双黑色 软底绣花鞋 一种 清虚 舒朗的神韵 使老人 呈现出 慈祥之美 系在脖子上的 淡紫褐色丝巾 和胸前的 肉色 珊瑚别针 在阳光折射下 似一道流波 平添出 几许 生动之气 染得 黑玉斑的 头发 盘在后颈 绕成一个 松松的圆集 而这 稀疏的 头发 和旧式 发型 则描述出 往日 沧桑 站在 康同壁身后的 是女儿 罗一凤 从外表 判断 约有 四十岁 上下 她全身蓝色 蓝旗袍 蓝手袋 蓝纱巾 以及一幅 大大的灰蓝色 太阳镜 港式剪裁的旗袍 紧裹着少女般的身材 并使所有的线条 均无可指摘 虽然一席素色 但一切都是上等气派的 典雅气质 走进客厅 罗一缝摘下眼镜后 我才得以看清 她的容貌 老实讲 娇小玲珑的她 即使年轻时 也算不得漂亮 脸上敷着的一层薄粉 似乎遮盖不住 那平血的苍白 嘴巴宽大 嘴唇 亦无血色 她的眼珠特别的黑 往里深陷 在一道青色眼圈的 映衬下 非常幽深 这高贵神态的后面 似乎还隐含着女性的一种 伤感气质 大圆茶几上 摆满了母亲 从北京最好的食品店里 买来的各种西点和水果 父母与客人聊天 刚开始 我还听得见康氏母女说话 半小时后 客厅里就只有父亲的声音了 我躲在连通客厅的玻璃格扇后面 目不转睛地瞧着 忽然 我发现罗姨凤把鞋穿错了 怎么一只脚穿的是蓝色的皮鞋 而另一只是白色的呢 于是 父亲说的话 我全都听不见了 只是专注于那双脚 琢磨着那双鞋 而在下定 罗姨凤是于匆忙中 穿错一只鞋的结论之后 我无论如何也憋不住了 有如父亲发现社会有问题 就非得站出来提意见一样 我大喊 妈妈 母亲闻声而至 问 你躲在这里做什么 我面带娇幽之色说 请你告诉罗姨凤阿姨 她把鞋穿错了 母亲不回答我 边笑边往客厅走去 来到罗姨凤面前 福尔说了两句 罗姨凤 遂朝着玻璃格扇笑道 请张小姐出来 看看我的鞋 可以吗 我有些难为情地跨出玻璃格扇 走到客厅 来到她的面前定睛一看 天哪 原来她的鞋左右两色 从中缝分开 一半蓝一半白 罗姨凤微笑着解释说 不怪小姑娘 这是意大利的新样式 国内还很少见 父亲也笑了 我知道 在她的笑容里 有替我难为情的成分 康彭碧拉着我的手问 你叫什么名字 小鱼 哪个鱼字 鱼 笨的意思 哦 大智若鱼嘛 那大名呢 张宜和 宜乐和平 你爸爸给你起的名字 太好了 康彭碧弄清了遗字之后 立即这样夸道 并一定让我坐在他身边 我就是在一种尴尬的处境中 结识了康有为的后代 父亲让我尊康彭碧为康老 称罗姨凤为罗姨 后来 康彭碧送来他的两幅画作 大幅的山水送给父亲 小幅的送母亲 作品的气势 用笔及提款 令人无论如何想象不到 他出自一个女人之手 出自一个七十岁女性老人的笔下 从此 张康两家经常往来 而康彭碧 就成为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 结实的新朋友 父亲欣赏他的才华 更敢配他的胆识 康有为的后代 人数不少 其中的绝大部分在海外 康彭碧就读于哈佛 丈夫姓罗 明昌 曾任国民政府派驻伦敦的总领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老人唯一的儿子定居美国 自己却带着唯一的女儿 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 父亲曾经问 康老 你为什么要留在大陆啊 他答 我要在这里做些事 给先父修订年谱 整理遗书 遗稿 除了政协委员的荣誉之外 政府对你 还有什么安排啊 啊 中央文事馆管员 康彭碧停顿片刻 又说 建国之初 我们的领袖还是有爱才之心 也有容人之量 毛主席和我第一次见面 便翘起大拇指说 我是支那第一人 我听了非常吃惊 没有想到他看见我 就马上背出 我十九岁独自登上 印度大吉岭时写的诗 这样的态度与气派 当然能够吸引许多人 从海外归来 老人所言 绝非虚此 一次在人大三楼小礼堂 举办文艺晚会 我与父亲同去 坐在靠后的位置 为了能看清演出 康彭碧坐在了第一排 开眼前三分钟 毛泽东进了会场 当他看见了这个 支那第一人的时候 便主动走过去 俯身与之握手 当时康彭碧带着花镜 正专注于节目单 他认清来者 急匆忙起身 微笑的毛泽东 急用手按住了老人的肩膀 许多人见到了这个场面 我身边的一个官员模样的中年人 对他身边的夫人说 哟 这老太太 不知是哪个将军或烈士的妈妈 面子可真大 咱们毛主席都要过去跟他打招呼 我忍不住插了句嘴 她不是谁的妈妈 她是康有为的女儿 谁是康有为啊 那中年人的夫人追问 我大笑不止 父亲狠狠瞪我一眼 一天下午 父母乘车外出 归来时路过东四十条 看天色尚早 决定顺便去看望康彤碧 跨进大门 就看见康彤碧和一些容貌苍老的人 悠闲地坐在院子里 一张大圆桌 上面摆着茶具 杂食及瓜果 正是残下初秋的转折时节 整座庭院散发出富裕的草木气息 几棵枝干舒展的老树 绽放出洁白的花朵 这里 既令人心旷神怡 又呈现出一种令人惆怅的魅力 作为不速之客的父亲 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生人 脸上的表情一时也好像找不到适当的归宿 康老很高兴 一再请父母坐下 供赏院中秋色 在所有的客人里 父亲只认得宰韬 康彤碧用手指那开着白色花朵的树木 对父亲说 这是玉赐太平花 是当年皇上赏赐给先父的 所以 每年的花开时节 我都要叫夷凤准备茶点 在这里赏花 来聚会的 自然也都是老人了 接着 罗夷凤把张之洞 张勋 林泽徐的后人 以及爱心觉罗家族的后代 逐一介绍给我的父母 园中一片旧日风景 显然 这是一个有着固定成员与特殊含义的聚会 在康彤碧安排的宽裕悠然的环境里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对历史的重温与怀念 主客谈话的内容是诗 连其中一个相貌清秀的中年女性也是满口词张 而这恰恰是父亲最不精通的话题 父母很快告辞 回到家里 父亲把这件事讲述给我听 在他的讲述里 留意出一种叹服 在父亲的感受里 康家的举动不仅是出于礼貌 而且是一种美德 这种礼貌与美德 给人以精神抚慰和心灵的温暖 康彤碧款待朋友之殷勤敦厚 对前朝旧有的韩荣忠臣是少有的 一切以忠义为先 老人恪守这个信条自属于旧道德 完全是老式做派 而那时 官方正在全社会强力推行阶级阶级斗争学说 贯彻政治挂帅的思想路线 有意思的是 康彤碧在认识父亲以后 又提出很想结识罗隆基 父亲当然高兴 并很快做了见面的安排 因为都姓罗 所以康氏母女与罗隆基一见面 便自来熟 五百年前是一家 罗隆基高兴地对康彤碧说 我正孤单度日 现在我有妹妹了 以后穷了 病了 有妹妹照顾 我不怕了 罗一凤则说 我有个哥哥 很疼自己 可惜在国外 现在好了 又来了一个 总之 康氏母女都很喜欢罗隆基 后来 父亲又把张乃契 陈明德 邓继兴等人 介绍给康氏母女 这些人经常聚会 聚会多在我家 我家的聚会 只要有罗隆基在场 就会变成个沙龙 而罗隆基身边 由于有了一个未婚女性 人也显得格外精神 一有缝隙 她便滔滔不绝 夸视自己很有学问 遇此情况 父亲美美暗自发笑 罗一凤则很少开口 但很注意罗隆基的谈话 即使在他和父亲 谈论名门的往事 康同碧的这个女儿 也很专注 那不移动的注视 意味深长 有时 在他的脸上 还浮散着一阵红韵 罗隆基除了在我家 与康氏母女聚会 自己还去东四十条 登门拜访 后来他又单独在自己的住所 请康同碧母女吃茶点 喝咖啡 三年自然灾害来了 连国家元首都发出了 忙时吃干 闲时吃戏的号召 一两油 二两芝麻酱 三两瓜子 半斤花生 是市民百姓逢年过节的特别供应 他们似金子般的珍贵 为了多吃一口饭 多蒸一块肉 兄弟打架 姐妹吵嘴 夫妻反目 父子翻脸的事 屡见不鲜 也就在这个时期 康氏母女翻来我家 罗一凤必带些糖果或点心 到了物质极度匮乏的紧张阶段 罗一凤不再送糖果糕点 一次在我家聚会吃午茶 她趁别人不注意的空隙 朝母亲的手里 递上一个两寸长 一寸来宽的自制小信封 并用食指封嘴的手势告诉母亲 别吱声 客人走后 母亲拆开一看 全家大惊 是北京市政府 根据侨汇多寡 发给在京侨卷的专用糕点票 糖票 布票 且数额不少 父亲激动地说 哎呀 这是康老的儿子 从海外孝敬老人的 我们不能收 母亲拨通电话 向罗一凤表示 伯君和我们全家 不能接受这样的重礼 康老年迈 需要营养 再说 我们的生活 比一般老百姓强多了 在那边 传过来康同碧的声音 我们的生活很好 你们不要客气了 我的生活原则是 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 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 母亲不断地从罗姨缝手里 接过装着侨汇票的小信封 母亲怀揣小信封 由我陪着去坐落在王府井大街的侨汇商店买点心 买白糖 买花布 那个商店永远是满满的人 常常地对 大家都在安心排队 耐心等待 我和母亲捧着这些最紧俏的食品和物品 一路上 谁也不说话 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 回到家中 母亲把东西一件件摊开 父亲看后说 康同毕不说解放全人类 却从就一个人开始 谁都明白 父亲的这句话 是个啥意思 母亲拿着这些稀罕之物 曾招待或转赠别的人 如楚安平 冯义代 他们的处境 比父亲更差 到了春节前夕 康氏母女 总要送来一小盆 长满花蕾的水仙 罗依凤还要在每根花茎的部位 套上五分宽的红纸圈 如果有四个花茧 那就并列着有四个红色纸圈 水仙自有春意 而这寸寸红 则带出了喜庆气氛 母亲望着她 连连赞叹 哎呀 什么东西到了康家人手里 就与众不同了 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阶段 在康氏母女节俭度日的年月 罗依凤把铺晒在窗台的橘皮 统统做成酱 还要把这一瓶瓶橘皮果酱 塞进我的书包 让我带给父母 母亲舍不得吃这些果酱 连连叹道 看看一缝 你就懂得什么叫峡谷柔肠了 听说我家在使用蜂窝煤炉子 取暖 罗依凤就亲手教我做一种 取名为爱森豪威尔汤的美式汤菜 并介绍说 这是爱森豪威尔将军 在二战军营里发明的 老太太还补充说 这汤又便宜又营养 只是废火 你一定要给爸爸妈妈多做几次 叫他俩多喝些汤 对身体有好处 与康同碧母女几年的交往 使我认识到贵族绅士 和物质金钱的双重关系 一方面 他们身居在上层社会 必须手中有钱 以维持高贵的生活 另一方面 但凡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 又都看不起钱 并不把物质的东西看得很重 所以在他们心中 那些商人 老板 经纪人 绝非监头们 楚安平在他那本有名的 《英国采风录》里 拿出整整一张的篇幅 去描绘剖析贵族和贵族社会 他这样写道 英国教育的最大目的 是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绅士 一个英国父亲 当他的儿子还没有成为一个man时 既以希望他成为一个gentleman 英人以为一个真正的君子 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 正直 不偏私 不为男 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 他不仅是一个有荣誉的人 并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如果说 康氏母女让我懂得什么是贵族的话 那么楚安平的这段话 便教会我如何判别真假贵族 也就在这个困难时期 右派们的聚会成了聚餐 并实行AA制 每次聚会 父母都会戴上我 这时 我渐渐发现 罗姨凤的衣着 从讲究 转变为漂亮 像过去不怎么穿的翠绿色 也上了身 头发油亮油亮的 发饰也是经过精心梳理 越发的洋气了 最大的变化是 在聚会中 他和罗隆基常开小会 而且说英文 有一次 我们在西丹荣县胡同的四川饭店 吃晚饭 范碧 大家布出这座昔日的王府 我们都来到了大门 他俩还落在后面老远 我反身要催他俩 父亲一把拽住了我衬道 傻丫头 月色下 庭院中迟开的花朵 吐露着芬芳 他俩说的是英语 罗一凤 语调温软 双眸迷茫 又发着光 罗隆基的身心 好像都一起 被那双黑眼睛 吸了过去 罗一凤 经受不住 罗隆基的感情攻势 也抵挡不了 罗隆基的个人魅力 于是 这以兄妹相称的一对 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恋爱 除了单独约会 电话书信是他们来往的主要方式 见此情景 父亲不无担忧地说 唉 弩生是旧病复发 一遇女性极限殷勤 可怜康有为的这个外孙女 真的是在恋爱了 一次 康氏母女到我家做客 人刚坐定 电话铃就响了 氏罗隆基打来 问 一缝到了没有 这给用英语交谈的电话 足足打了半个小时 父亲很不高兴 嘴里直嘟囊 哎呀 这个怒声 谈情说爱 也不分场合 电话打完 罗一缝回到客厅 略带腼腆地刹着眼睛 我发现 他那张原本不怎么漂亮的脸 竟因兴奋而生动 因生动而美丽起来 不久 罗隆基的好友赵军迈 来我家闲谈 父亲关切地问 老赵 到底鲁生和一缝关系怎么样了 赵军迈说 你们不都看见了 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吧 父亲索性直言 我想知道鲁生的态度 他怕是又在逢场做戏吧 赵军迈没有立刻做出回答 他起身站到客厅中央 举臂抬腿 打了两手太极拳 然后慢调思理地说 伯老 你这不是在给我出难题吗 鲁生这个人的性情和毛病 你是清楚的 他现在对一缝是热烈的 将来会不会冷淡下来 谁也不敢打这个宝票 罗一缝 在明知罗隆基是右派的前提下 奉献出自己近乎神圣的感情 这让父亲非常尊重和心疼他 并担忧这场恋爱的前景 因为自从罗隆基和妻子王又嘉分手以后 他热恋过不少的女人 却无一人与之携手倒白头 故父亲常说 没有办法 复兴的总是弩生 可又总是有女人自愿上钩 极想成全好事的是母亲 他兴冲冲地说 他们要真的成了 那感情好 老罗的生活有人照料 一缝的未来也有了归宿 再说 他们是般配的 一缝的出身 学识教养性情 哪点比不过老罗 李大姐说得对 赵军迈附和道 我见过罗一缝给弩生写的信 全是用英文书写 句式 修辞 包括语调 都是那么的简洁明静 含蓄优美 一般的英国人 也写不出那么精美考究的书面语言 别看弩生总画自己的英文如何如何 依我看 无论是说还是写 他都不是罗一缝的对手 哎呀 老罗为什么把情书拿给外人看呢 母亲的问话 显然是对罗隆基的这个举动有所不满 哎呀 李大姐 你不要误会 赵军迈赶忙解释 这不是弩生有意公开情书 而是震惊于一缝的文字表达水平 他挑出一封信让我欣赏 我一边读信 他就一边感叹 我的这个妹妹写信的口气 不仅是彻底的西化 而且还是贵族化的 我搞不明白 她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个本事 而父亲的归结是 这两人都是在恋爱 不过啊 罗隆基用的是情 罗一缝用的是心啊 至于结局嘛 恐怕主要取决于弩生了 在给第一批右派摘帽的时候 为安抚父亲和罗隆基 上边组织他们南下参观 父亲参观的线路是江浙 罗隆基走的是乡干 而与罗隆基相伴的人 是康同碧母女 在车厢里 父亲悄悄对母亲说 看来中央统战部很掌握 也很会利用罗隆基 与康氏母女的特殊关系啊 此行欢愉而惬意 加之感情的注入 无论罗隆基还是罗一缝 无不显示出充沛的力量 他们返金后 在我家聚会了一次 父母发现身材消瘦的罗一缝 竟丰满了一些 两人暗自高兴 经过一段时光 罗一缝以为到了收获爱情的季节 他在给罗隆基送去的生日蛋糕上 亲手用奶油绘制出两颗并列的心 心是红色的 丘比特剑从中穿过 此外还有花 有信 罗隆基接到生日礼物大惊失色 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 他不知该如何回应 便向父亲求救 父亲责怪罗隆基 不该大献殷勤 说 你半辈子的罗曼蒂克 有一部疏后 但现在的你是个右派 而人家出身名门 至今未婚 如今能袒露兴取 已是极果感极严肃的举动 如果讲般配的话 罗一缝实在是配得过你 就看你有无诚意了 再说 选择妻子 主要在于心地好 其余的都无关紧要 罗隆基说 我们只能是互称兄妹 而不可结为夫妻呀 父亲问 你主动接近他 现在又回绝他 牧生 你到底搞什么名堂 罗隆基之屋半天 说不出一条理由 你嫌人家老了 也不够漂亮吧 父亲的话 让罗隆基哑口无言 后来 尽管他们二人的关系 再没有向婚姻之途发展 毕竟罗一缝是康有为的后代 对罗隆基仍以礼相待 每逢端午 中秋或重阳 父母都会收到 罗一缝自制的高点 有时 母亲打电话问罗隆基 如何过节 罗隆基打 信友妹妹送来点心 方知今夕为何夕 如果说 恋爱对罗隆基是享受的话 那么 恋爱对罗一缝 就是消耗 消耗了许多的时间 许多的心力 许多的感情 而进入中年的女人 怕的就是消耗 不久 罗一缝得知 罗隆基在与自己 继续保持往来的同时 陷入了另一场恋爱 那个女人 虽说不是燕京毕业 也不精通英语 但是精通打牌 擅长跳舞 活泼漂亮 颇具风韵 他与罗隆基 从牌桌搭档 五场搭档关系开始 便一发而不可收拾 为了他 罗隆基 还与其兄大闹一场 甚至闹到周恩来那里 这对罗一缝 是致命的一击 我知道 罗一缝 无论怎样的 清新罗隆基 也绝不会跑到 公众场合 去充认什么 牌友或舞伴的 1963年秋 我被分配到 四川省 川剧团艺术室工作 罗一缝 陪伴全国政协委员的母亲 来成都视察 在锦江宾馆 趁着母亲睡觉 他一连几个小时 在述说这件事 小鱼啊 如果她向我求婚 我也是绝不嫁的 她用阴沉的声音 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罗一 为什么 我嫌她脏 肮脏 她语调平静 嘴角却在颤抖 显然 在这平静的语调里 蕴含着无比的怨恨 我发现她一下子老了 罗一缝 是何等的聪颖 当之罗隆基的浪漫天性 及过去之种种 但她仍投身其中 网而不凡 之所以如此 大概是要给自己 日趋枯河的人生 编织出一个最后的幻象 一个幸福又奇美的幻象 罗一缝 曾经将这次 令她心碎的感情经历 用文字写了出来 以清土内心的痛苦与不平 写完以后 却始终未适于人 问世间情是何物 只叫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克 老赤几回寒暑 袁浩问的这首摸鱼儿 替天下为情所苦所累者 发出了永恒的追解 看来 比死亡还神秘点 真的就是爱情了 这场追星刺骨的恋爱 从明亮的粉红色开始 到暗淡的灰黑色结束 而从开始到结束 罗一缝 一直瞒着她的母亲 在情感生活中 能持久地保持这样一种 潜心 凝刃 隐忍的态度 一般女性是办不到的 楚安平曾说 贤良 宽恕 及自爱之中尽心与克制 是当今世界上 最好的妻子的平行 罗一缝的身上 就有这种平行 只是印了父亲的那句话 女生无慧眼 也无福分 两年后 罗隆基突发心脏病死在了家中 消息传出 康同碧立即给父亲打电话问 罗先生猝然而去 我和女儿夜不能寐 悲痛又震惊 我要写父晚联 以表达哀思 不知写好后 该送至何处啊 父亲说 老人家 你一个字也不要写 母生是右派 据我所知 对她的死 明蒙中央 是不举行任何仪式的 怎么可以这样做 一个普通人走了 也是要做丧事的 张先生 我是不是可以问问统战部 康同碧的情绪 有些激扬 不知如何作答的父亲 挂断了电话 老太太哪里晓得 给明蒙中央拿主意的 正是统战部